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到找年夏小奶果的快乐 回想到金莎和男友居然有19岁的年龄差 对此姐姐表示 强能认识要趁早 当嘉宾们得知小男友是00后 王远玲的反应简直在演我 哇 大致的好奇她是怎么知道姐姐的 听完瞬间对这位小男友虽然起敬 我勇敢了你们 弟弟好样的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还真挺好奇 你聊一聊主动 你怎么认识别 总让姐姐说呢 你聊一聊 让你细节 一天过来做饭 因为她做饭都是拿短视频学的 学得很快 然后我53天反正没有重样过 我的妈呀 53天一天三道菜 不重样 159 这么快 我还没说完呢 100顿不一样的菜 就基本上 当相恋一年半被外界正义时 让我确定姐就是个恋脑 一位国民女神 大家觉得我是意有所图 听很多的词汇 看下我就好了 当丹姐夸她做的太好吃时 现实的弟弟瞬间上演戴蒙小娇妻 这萧萧做的 小铁锅这么大鹅 太快了 鹅肉很好吃 谢谢丹姐 哦哦 谢谢丹姐夸姐 哈哈哈哈 莎莎啊 你不要让她那么乖啦 太乖巧了 我们都有压力了 原来男人爱你的眼神是不会骗人的 当时还在暗面时 陈子涵因为对男艺人而有信心 于是和戴项羽切断了联系 结果戴项羽放了四个小时 去看他俩所有的聊天记录 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 分离时他把她高高抱起 救吗 救了啊 全世界都在我街上能不救吗 当网友质疑 他是想和姐姐走捷径时 可能就是被我的长相欺骗了 其实我也其实是 我一直觉得我有点老牛 是能吵那种鲜 和后陈子涵正被小九孙老公 宠成公主 把他当女儿来宠 陈小宝 他说老公付出一点感情才会长久 我老公从来没有结过婚 如果他是二婚 我妈是不会同意的 他是把我当女儿 乱养 可是我把他当儿子 那我就是好能不中吗 不怀疑 这情愿只是个作剧 这一脸青春愚蠢 在和又真正看着一点不违和 哈哈哈哈 你居然对我无动于衷 怎么 我手被抓到了 你对我无动于衷 你不爱我 没有我刚刚在看儿子的视频 你爱儿子爱比爱我多 那没有怎么啦 你常没事的 我的手 真的抓破了吗 学会不爱一只 爱纷纷鸡鸡的撒娇小奶孔呀 很轻的用这个 没了 我刚好像拔了出来的 哦哦哦没了 不痛了 不痛了吗 哦 OK 谢谢妈妈 你又救了我已经 哈哈哈哈 今天稍后期他俩是怎么在一块的 没想到就猛追就是约 尝试约 活动 吃饭 喝东西 打游戏 看电影 然后 很大大部分都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约上 因为他很麻烦 对游军说起姐弟恋的第一反应 是担心心梦瑶会不会嫌弃他 一开始会有压力 我记得第一次收你 八九年的时候 有点 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弃我 对吗 因为普遍大家的这个认知 还是男生比你很大吗 这个女生也是会有这种想法的话 可能就会不去考虑我 哦 Oh my god 原来想说你的情节都是真的 后面商业约会都是直接包场 那个商场去看了 当天还有个什么什么花冰场啊 有电影院啊 我都买了 一整个 那一天那些什么电影院的票 高手 我不知道 你有跟我讲什么吗 In case 他说可以啊 OK 然后也免得给开或怎么样 然后一到点 啊我要去工作 要去到点 拜拜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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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